近日陕西考古又有新发现 考古人员在咸阳城椅子内 发现了大量的宫殿光束区 面积约500万平方米 考古人员还在该椅子的东部 发现高台建筑 该建筑具备秦国政务大典的条件 应该是咸阳城椅子的核心区域 当初荆轲赐秦王正式发生在此 荆轲拿地图献给秦王 当地图全部打开之时 匕首就录了出来 荆轲拿着匕首就刺上秦王 秦王被这匕首吓到了 马上起身就跑 可是因为自己的配件太长 又在紧急的情况下拔不出来 再加上配件的士兵 没有秦王的命令 是不允许带剑入殿 所以秦王只好空手与荆轲搏斗 不过后来秦王还是拔出了剑 砍伤了荆轲 然后秦王的事成上前掌杀荆轲 而这个我们所熟知的历史事件 就发生在近日被发现的秦国战物大典之中 今天是影存球 就说到这里 喜欢文化历史 欢迎关注与点赞